好,这是一个鲁腺手术的病理报告,对不对啊,啊,这个,12月2号,什么来着,啊,前微腺流,对吧,大小节节,啊,一厘米左右。 那就没什么了,不是癌了,对吧,不是鲁腺癌,这个就没啥了,这件事就结束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这个,这个,这个,鲁腺手术病理报告,对吧,前微流,那就没啥,啊, 那么,这件事就结束了,但是,啊,因为,做了手术之后,发,发现不是癌,不是,不是乳腺癌,而是,啊,良性肿瘤,不知道,前微流就是良性肿瘤了,而是良性肿瘤呢,这个不止,一粒两粒,一粒两粒了。 啊,为什么老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就是,啊,这个最基本的环节, 没有做,经常没有做,啊,就是处诊,啊,病例本上没有处诊, 没有处诊的情况下,就手术,我跟你说,处诊,能够解决, 百分之九十的,啊,九十,百分之九十的情况,就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到底是应该手术,啊,是否手术,百分之十,那么,还有百分之十呢,里面呢,确实是有时候不得不做手术,才发现是良性肿瘤的,肿瘤的,这个呢,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呢,啊, 啊,当处诊不能解决,当处诊不能解决,当不能处,当处诊不能解决,模棱两可的情况下呢,啊,影像学检查,啊,就是B超啊,CT啊,核磁共振啊,之类的东西,检查,啊,那么,能够 增别 百分之八 剩余的百分之八,剩余的百分之十,里面的百分之八,也就是说 百分之二 的 情况下 必须,啊,只能 通过 手术,来 通过手术,啊,之后 才 能 确定,啊,是良性 还是恶性 对不对 但是呢,因为 百分之二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呢 我碰到的,啊 是不止百分之二的 就是鲁腺手术做出来是纤维瘤 鲁腺手术做出来是纤维瘤 所以呢 就是说一方面是很多基本的检查没有做 就做手术了 为什么基本的检查没有做 对不对 这个不是 医生水平高低的问题 啊,因为 he heard the whole 而是,而是啊,有人啊给予是,给予,给予手术,啊 不做手术 就好像 丢了浑丝 有些人就是喜欢做手术 我不是说病人啊 我是说医生就是认为他不做手术 他认识没法过 因为手术里面牵扯到太多的利益 所以以后这个鲁腺手术之前 手术之前应该练习医疗 第三方就联系我了 让我把把关 让我看一下 到底应该不应该手术